他是乌干达最荒唐的总统 不仅杀人如麻 以吃人肉为乐趣 还向英国女王索要贴身内裤 抱着睡觉 更离谱的是 他的智商极底 连数数都要掰手指 这样一个人究竟是怎样当上总统的 伊迪阿明1925年 出生于乌干达西北部的一个小部落 因为父亲和母亲种族不同 他从小就和别人不一样 不仅十分好动 而且对于学习根本无搞 再加上父亲早早抛弃妻子 所以家里特别穷 于是他勉强读了个小学四年级 就辍学了 基本上是个文盲 但因为好动的原因 所以去参加了一个驱棍球队 之后又成为了乌干达的拳击冠军 因为矫健的伸手 他被军队看着 正好家里穷得接不开锅 母亲就把他送去了军营 因为那时候的乌干达 还处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 所以他进的军队 基本也都是由英国人组成的 像他这样的黑人 是十分少见的 而且因为黑人的身份 他想要在部队里有所成就 是十分困难的 所以在刚到部队时 他只是催屎般的一个 小小的厨师助理 每天干的事情 就是洗洗菜喂喂鸡 这样的日子 对于以打拳击为主的阿明来说 简直太无聊了 直到他动手宰了第一只鸡开始 他仿佛找到了在这里的乐趣 杀鸡宰牛 他手起刀落 看着活蹦乱跳的鸡在他手里挣扎 鸡鞋见得到处都是 他莫名的感觉到很快乐 可见这个时候 他凶残的本性就已经暴露了出来 可能是他载鸡的动作太利落 也可能是载鸡的神情太可怕 反正他被调到了步枪队 成为了一名步枪队的士兵 进入这里之后 他靠着舔狗技能 再加上身手敏捷 在一些战役之中表现不错 所以在军营中步步高升 很快就升到了准位 这也是黑人在殖民军中 所能获得的最高军险 因为之前肯尼亚人民 反抗英国的殖民统治 阿民被派往这里镇压反抗人民 他表现得十分卖力 英国人很是喜欢 所以后来 他被破格提拔为中尉 在他成为中尉的第二年 奥伯特带领着乌干达人民 脱离了英国的统治 宣布独立 英军也撤出了乌干达 但是阿民作为乌干达人 自然是不能跟随英国的皇家军队撤离的 之前因为镇压肯尼亚时犯下暴行 所以英军直接把他押送到了奥伯特这里 本来 这样的人就算不处决 但也没什么好日子过才对 但是奥伯特就不一样了 他一眼就看上了一米九三的阿民 觉得此此不凡 不定不处置他 甚至还加以重用 所以 阿民只是被象征性的烧家惩罚 就立刻被奥伯特带在身边 开始了贫布轻云的生活 两人臭味相投 凑在一起 利用植物之变 干起了走私黄金和象牙的勾当 两人的腰包迅速鼓了起来 阿民也成功掌控了乌干达的大部分军权 成为了陆军和空军司令 后来 奥伯特不满足于现在的权力 于是联合阿民 将当时的乌干达政权推翻 奥伯特自己当上了乌干达的总统 阿民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军队总司令 获得了军队的绝对控制权 然而奥伯特却越来越忌惮阿民 于是他决定撤掉阿民的职务 但是 还没等他动手 阿民就先发制人 趁着出国开会的时候 直接控制了整个乌干达 然后自封为乌干达总统 为了笼络民心 他秘密解散了警察部队 然后又赦免了55名犯人 还许诺尊重民意 进行选举 一波操作让大家觉得 乌干达迎来了一个绝世好领导 但殊不知 这才是他们噩梦的开始 非洲暴君之首伊迪阿民 八年时间 政敌被他绑来烧烤 老婆被他切了端上餐桌 看谁不顺眼 直接杀死 尸体多到堵塞尼罗河 人送外号 食人狂魔 而他所有的暴行 都从他当上乌干达总统开始 推翻奥伯特的阿民 先给乌干达人换了一个大饼 将人心笼络之后 他就开始了肆无忌惮的杀戮行动 有情提示 勤勿在干饭时使用 他的第一步 就是清理之前支持奥伯特的人 他将奥伯特所用旧部 以连坐的方式 全部公开处以集醒 这也就算了 行星前还要遭受极其变态的折磨 例如抠眼珠子 剁手等 并且他自己也会盛装出席 边欣赏行刑过程 边拉着手风琴 对于支持奥伯特的两大家族 他同样没有放过 他带着手下 直接冲到他们的家中 将人全部拖出来 然后全部斩杀 渐渐的 奥伯特的支持者 算是全部清理完 但是奥伯特就像瘋魔了一般 他将所有名字中带奥字的人 也全部屠杀殆尽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 整个乌干达弥漫在一片血腥之中 更恐怖的是 他杀人根本不需要理由 要说理由 那就是阿明认为 这个人是奥伯特的支持者 至于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他是阿明 不需要理由 后来 阿明已经逐渐不满足于 普通的杀人方式 他逐渐衍生出了 更变态的方式 他会先将男性的生殖器官割掉 然后再将人关到笼子里 等他攒够了1200人后 再找来炸药 将人炸死 因为他处决的人太多太多了 埋的速度 根本赶不上他砍人的速度 阿明索性命人 直接将尸体扔到了尼罗河内 尸体越堆越多 尼罗河直接被堵塞了 后来 坎人也无法满足 他内心的变态欲望 他开始吃人肉 前军队宗残谋长胡塞尼 在监狱被人打死 然后 他的手机被人呈到了阿明面前 阿明一下子 就找到了新的乐趣 他直接提拔了 这个前来送手机的人 然后 他将胡塞尼的脑壳 塞进了冰箱冷藏 时不时还要打开来欣赏一下 不仅如此 他连自己的老婆也不放过 阿明除了砍人 还有一个爱好 那就是到处撒孩子 为了彰显自己是羽露群山 他从乌干达境内的每个部落里 选出了一名女子结婚 所以 他光老婆就有13个 情人也有40个之多 但是 他却是只许周冠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 他自己玩的听话 但是 他绝不允许自己的情人和老婆 有一点点不听话的行为 相传 他的一个老婆 因为受不了他的行为 结果就和阿明的手下 混到了一起 结果这个手下 直接被阿明当众处决 他老婆 也被活生生的折磨到断气 之后 他还将人肢解 端上餐桌 然后把自己的几十个孩子 叫过来 然后语重心长的告诫他们 这就是不听话的下场 求这些小孩的心理阴影面积 据说在他倒台后 还从他家里 找到了许多没吃完的剩肉残渣 对于这种暴行 阿明不仅不避讳 甚至还找来导演 给自己拍纪录片 而后 当有外国记者询问他 人肉是什么味道时 他很淡定地回答说 哦 人肉 真的一点都不好吃 他太咸了 一点都不符合我的胃口 阿明在做暴君方面 几乎是无师自通 但是对于治理国家这方面 他却是一窍不通 毕竟你能指望一个 只有小学四年级水平 连数数都要扳手指头的人 懂些什么呢 乌干达最荒唐的总统 伊迪阿明 别的总统要国家富强 他却要英国女王的贴身内裤 优秀军官他不要 非要养田狗 成功让乌干达的发展 倒退一百年 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阿明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 因为铲除一己的杀戮行动 让乌干达国内的优秀军官 几乎被消灭干净了 但是这空出来的位置 总要有人做吧 挑选人才 对于这个把智商 全部变成武力值和金虫的人来说 根本没有任何标准可言 他的标准 就是谁拍马屁拍得好就用水 今天你这个彩虹屁吹得好看 那今天你就是县长 实力演绎 你给我一个赞 我还你一个官 这种荒唐的用人制度 使得所有新上任的官员 基本都是酒囊饭带 原本乌干达在非洲国家里 因为有维多利亚湖在这里 所以生态环境和经济环境 还算是比较不错的 但是这批凶无点磨的人上来后 乌干达国内变得一片狼藉 全靠着仅剩的几个 有点头脑的人撑着 但是这些人 也不敢和阿明较劲对着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乌干达的国内经济直接停止不前 结果 阿明觉得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 是乌干达境内的亚洲人造成的 亚洲人手里握着生财的渠道 阿明的想法很简单 把人赶走 把那些敛财项目全都变成自己的 那不就行了 说干就干 他立即带着士兵冲到居住在乌干达内的亚洲人家里 卷着他们的铺盖就将人赶走了 并且走的时候 只能带走一百美元 剩下的所有东西都要充公 这么一手 的确让他们抢来了很多财富 但是这些亚洲人一走 乌干达的经济是彻底陷入了崩溃 就连首都都无法保障基本生活用品的供应 结果 阿明大手一挥 大家手里不是没钱吗 我给大家多印点钞票出来 你们就有钱了 这一手操作 直接让乌干达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了百分之一千 这样的情况下 即使阿明再残暴 还是逐渐出现了反对的声音 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 他给自己封了个博士 同时还说自己是大英帝国伟大的征服者 因此 他曾经几次写信 给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舔着个大脸说 亲爱的女王陛下 我愿意为英国不景气的经济出一把力 结果人家没搭理他 他切而不舍地又去了一封信 上面写着 亲爱的丽丝 如果你想了解一个真正的男人 那就来砍帕拉吧 女王一定不知道 他懒得大力的行为 让阿明认为他这是害羞了 所以 在女王生日时 第三封信紧随而至 上面写着 我亲爱的女王陛下 请给我一条你的贴身内裤好吗 我想要怀抱他而睡 嗯 这怎么说呢 心疼女王两秒钟 结果阿明见人家鸟都不鸟了 他直接发表讲话 声称与英国断交 并且将所有英国人的企业没收 变成了国有 还宣称自己要带领苏格兰脱离英国 自封为苏格兰国王 然后还呼吁全球支持他的苏格兰事业 这下 英国和乌干达的蜜月期 算是彻底结束了 紧接着 被阿明推翻的奥伯特卷堵重来 结果没多久 就被阿明镇压了 奥伯特再次退回到了坦桑尼亚 这下阿明不干了 非要打到坦桑尼亚家里去 为了保证胜利 阿明准备向以色列要点武器来 因为之前阿明发动政变的时候 以色列是派出了军事顾问团的 美国也提供了经济支持 所以 他想着以色列这回 还是一样会支持他 但是他不知道 人家支持他 只是看他没脑子好控制 所以扶持一个傀儡而已 现在以色列自己忙着干架 哪有功夫管他 结果阿明被拒绝之后 直接翻脸 贴持了以色列几十名人质 以色列估计也没想到 自己养大的小黑 却反过来咬了自己一口 结果以色列十分生气 然后花了一个小时之久 解救了被劫持的人质 同时 还炸毁了乌干达所有的空军力量 在这样的情况下 阿明攻打坦桑尼亚 自然是以失败告终 或许他上战场可以 但是没人告诉他该怎么打 那也是白下 战败的阿明遭到了追杀 可是 这样一个臭名远扬的人 也不知道怎么 竟然入了沙特阿拉伯的眼 阿明逃到了沙特阿拉伯 并被保护了起来 甚至还好使千金 给他置办了一套豪华别墅 还配了一辆豪华轿车 司机 厨师 庸人 一样不少 结果 这一生罪行累累的阿明 居然在沙特阿拉伯 寿终正寝了 而被他祸祸的乌干达 却是一招回到解放前 再也没能发展起来 对于这点 大家有什么看法 欢迎评论区讨论